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中之间的竞争可以说存在于几乎所有的领域 但现在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军事和科技方面的竞争 在这个方面我们说大概有三个最重要的部分 现在特别显现出来 第一个是常规军备军事装备的竞赛 第二个是核武 第三个是太空 咱们先说这个太空竞赛 12月9号特朗普发表新的国家太空政策 正式宣布美国将会重返月球 而且常驻 准备登陆火星 白宫的声明说 这项政策是为美国的太空活动 制定了明确的路线 重申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 以及我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太空国家 这个是不用说大家也知道 这个声明表示 特朗普政府和商业及国际合作伙伴 为重返月球常驻 以及登陆火星正在做准备 政府将会鼓励和促进 美国商业太空部门的发展 维护美国在太空的国家利益 建立太空部队 太空的国家利益 第一次提出来 副总统彭斯当天 也就是12月9号当天 在佛罗里达的肯尼迪太空中心 发表了一个演讲 他公布参与美国重返月球计划的 18个太空人的名单 男的9个 女的9个 他说我们就职的第一年 总统就签署了太空政策指令 No.1 给NASA明确的目标 我们会重返月球 而且这一次我们将留下 就不回来了 在那住着 他特别说 中国 就是中共 最近在月球降落了一个 无人的飞行器 首次在那一片荒凉的星球上 用机械人举起了 共产中国的红旗 彭斯在这个演讲里面 特别提到了中共 这一点是有深意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国和苏联开始太空竞赛 而且美国还一度落后 因为苏联率先发射了人造卫星 但美国当然很快后来居上 第一个登上月球 之后更在八十年代 由里根总统宣布了 他那个非常著名的星战计划 很多人说 里根总统的星战计划 是一个大骗局 因为它迫使苏联跟进 最后导致苏联的经济崩溃 但实际上到八十年代后期开始 里根总统的这个计划 其实凸显出了它的重要性 因为各种相关的技术的出现 导致后来整个军事领域 和经济领域的大革命 其实我曾经听过 美国的一些专家说 说太空技术 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叫做实用阶段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以前大家到太空上去 都是探索 做一些实验什么的 但是从现在开始 以后将会进入实用阶段 它包括在太空设立工厂 去挖太空的资源等等 太空的工厂是什么 就是因为在太空 它是这个无重力状态 对某一些精密制造 特别重要 尤其是跟化学和生化有关的 这种精密制造 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了 这些肯定都是机器人 在这做的自动工厂 而我们说太空资源 说的是这个太空里面 某一些行星 或者是某一些小行星上 会有一些地球上没有的 或者是很稀少的物质 矿物 对不对 比如以前我们听说过 可能很多人听说过 有些小行星 整个都是钻石 或者整个都是黄金 是吧 咱们每个人都梦想去 拿一个是吧 发大财了 当然最重要的不是这个黄金和钻石 而是某一些 它有独特的磁电特性的物质 比如说高纯度的稀土金属 这个对现代科技来说 它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然这些还是军事领域了 太空对军事上的应用 那就更加重要了 比如可以利用太空的飞行器 它去部署军队 据说可以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 可以抵达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应该快 再比如太空的侦察 甚至什么太空 由太空发起的攻击 这些都是美国太空军 已经在做的事情 彭斯这一次在肯尼迪发射中心 做这个演讲 特别提到中共 这个意思 当然也就非常的清楚了 12月8号 其实美国国防部 向国会提了一份报告 这个题目是中国海军现代化 对美国海军能力的影响 它是一个背景 专门对国会的一个介绍 一个报告 它描述了中共海军 自1990年代以来 持续进行了20多年 快30年的现代化 并被视为对美国海军 实现和维持战时 对西太平洋海域控制的 一个重大挑战 也是自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的海军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这个报告比较详细的分析 中共的海军 它的武器装备 它的实力 它这个报告评估 中共海军在很多领域 存在局限性 或者有很大的弱点 包括什么联合作战协调能力 反潜能力 海上远程补给能力 对了它需要培训大量的人员 适应新的船 而且中共的海军 也缺乏什么战斗经验 这个报告透露了美国海军 他们怎么应对 包括像西太平洋 太前能力最强的舰队 长期的至少提供 6艘可作战的航母 美国现在才10艘 6艘 等于部署60%的航母 在太平洋 另外还要部署60%的潜艇 到太平洋 还有60%的舰艇 要拨到太平洋的舰队 也就是说 整个美国海军 它的六成的战力 现在都去部署在太平洋 和临近的印度洋 说穿了 就是美国要用六成的战力 来对付中共 这个报告还透露 美国在开发一些新的战舰 飞机 无人载具和武器 无人飞机 无人船 无人潜艇等等 未来几年内 美国的海军将会 以更多的小型舰艇 组成大型舰队 或者用大型舰艇 比较少的大型舰艇 组成一个小的舰队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以前都说巨无霸舰队 现在这个方向是反的 而且他们会装备更多的无人载具 包括用新的武器 激光武器 电磁炮 超高速的导弹 超高音速导弹 射程更远的反舰导弹和巡航导弹 还有呢 包括无人加油机 什么 还有提高航母 这个舰载机的作战范围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现在在执行分布式作战 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新概念 就是在每个小岛上 快速做好准备 然后往前移动 这个美国人是最厉害的 美国海军 还宣布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区域 成立一个叫做第一舰队 US First Fleet 这个由印太司令部指挥的 太平洋舰队负责管辖 它和第七舰队 共同组成一个 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核心战力 它的目标当然就是遏制中共 在亚洲日益扩张的野心 其实更早些时候 就是11月23号 美国军方公布了一段视频 画面是一架F-35A的联合攻击战斗机 投放了一枚B-61-12战术核导弹 这个模拟的核弹在空中飞了42秒之后 非常精确地打中了地面目标 这一段总共不到一分钟的视频 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是战术核武器 第一次通过超音速隐身战斗机 在超音速飞行的时候 实施精确的投放 它标志美国的战术核武器 战术核打击 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而这次实验是美国叫做 Sandia国家实验室 和洛斯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和美国空军一起来合作完成的 我们说这个B-61核弹 它是60年代美国研发的一种核弹 1968年投入量产期间发展了好多型号 最新这个是B-61-12 它是目前最新的一个型号 因为它升级幅度太大 改良了太多 所以很多武器专家认为 这根本就是一个全新的武器系统 它大概B-61-12 大概长3.6米 重了350公斤 看起来跨头不是很大 但是价格很贵 一个核弹的价格要2700万美元 比它自身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 这是美国到现在为止造价最高的导弹 也是造价最高的核弹 美国大约有480枚核弹 要升级变成B-61-12 升级之后 第一个好处 精度更高了 偏差从110米到170米这个范围 缩小到了5到30米 当然就非常准了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优点 这个B-61-12 比如它的爆炸威力 它可以调整 爆炸当量从300吨到5万吨 它中间有4档 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目标 选择不同的打击的方式 还有它可以进行穿透地面的打击 叫做还可以用低当量的打击 还可以用高当量的打击 还可以地表引爆 还可以叫掩体引爆等等 很多种 它可以选 顺便说一句 二战时美国在广岛投下去 那个原子弹 是两万吨的当量 所以B-61-12 这个核弹的最大当量 是那个时候广岛原子弹的两倍半 咱们说 我们特别重视的 或者特别重要的 它是这个穿透地面 加高当量 这个可能是对中共设身定做的一个技术 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核弹 它可以钻入地下一定的深度 然后它在爆炸 所产生的这个高热能 会让岩石都融化 巨大冲击波 会使附近的整个地下公式直接被摧毁 然后爆炸引起的地震 会进一步损伤 会损害更深更远的附近的地下工程 此外它还有很大的这个叫做电磁辐射波 它会摧毁周边区域的很多电子设备 过去十多年 美国军方特别特别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中共过去三四十年修建的 所谓地下长城 就是在中国中部 很多山区地下一个大的隧道 据说有几万公里 可以从北京一直到西安下面 或者到湖北 什么等等 里面有核武器藏的 有兵工厂 还有那个 大家知道那个东风洲际导弹的那个大卡车 可以两辆在里面跑 你就抓不着它 所以这个B-61-12 它显然就是非常非常有针对性的一种装备 这个F-35A 这个适配B-61-12的认证 据说是2022年之前会完成 F-35A 携带B-61-12的这个意义 在于它同时具有了超音速和隐身的功能 所以它能够突破敌方的防御 对内陆的重要目标进行空袭 不管你躲得多远 钻到地下多深 你也躲不过它的攻击 所以中国的那个地下长城 它是在中国的中部地区 距离海岸线 通常都有800到1000公里左右 所以你平常的这个战斗机 你想去那个地方投放一些炸弹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 所以这个F-35 结果就变得那么重要 所以军事专家认为 这个B-61-12也许是至今为止 美国核武库中最危险的一种武器 原因就在于它的适用性很广 它表现在比较精确打击 和这个低当量的结合 所以现在这个 大家知道这个精确度 是战术核武器的关键要素 有专家说精确度提高一倍 等于核弹的这个威力 弹头的威力提高七倍 当然也意味着 对无辜民众的这个伤害也就更小 也就是说用核弹的打击 精度越高 摧毁具体目标所需要的当量就越小 当量越低呢 当然对平民的这个伤害也就越小 现在核武的这个使用概念 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过去是对人命这个威胁 对不对 它转移到了对敌方作战能力 和作战战斗意志的这种摧毁 这种转变对于中共来说 你等于是提高了对它的威慑能力 因为中共它不在乎老百姓的伤亡 它在乎的是我的武器 我的军队的这个伤亡 所以它是在乎的是政权的这个存亡 所以美国这个核武的精准打击力量 如果它只针对敌方的首脑 或者这个高价值军事目标 所以它就自然提升了对中共的这种威慑的功能 那很显然 大家可以看到在传统的军备里面 核武和太空三个方面 美国都提出了新的策略 而且是针对中共 无论战术和战略目标 它都非常非常明确 而且我们估计在未来 这种美国这种战略的方向 恐怕是不可逆转的 它不会因为政府换人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而会发生变化 好 咱们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 非常感谢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